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生酮飲食 如果你是肝腎功能比較不好的 或是糖尿病患者及孕婦的話 最好是有醫生或是營養師的指導下 再來執行喔 哈囉大家好,我通哥 本週呢,剛好是我生酮減肥一週年 那我第一支影片呢 是從我去年的8月開始 那經過這一年的減重呢 根據上週的測量紀錄 我總共減了25公斤 從85.7%減到60.7% 也就是每個月大概減2公斤左右 然後內臟脂肪呢 也從有紀錄的15降到了6 那這一年呢 我覺得是我減肥史當中最輕鬆的一次 也是最有效的一次 畢竟我從小胖到大 任何減肥方式我都有試過 一次啊 我看到很多人 明明我就已經拍攝實測肥影片給你看了 但是很多人還是想要依照他自己的方式 或是依據他們查到的資料來做減肥 比如喝什麼減肥茶啊 吃什麼減肥盛品 那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既然我影片都拍出來給你看 你大可以依照我的方式 跟著我實作看看 如果沒效 你再去依據你的方法 或是再研究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改良 看怎麼樣對你最有效 現在我的體重呢 已經達到60.7 已經超過了我的目標 因此本次我們就要來實測破酮 看看破酮之後身體有什麼樣的反應 和體重如何變化 那我們就開始實測吧 OK 今天又是新的生蟲實測第一天了 那我們來血統血糖測量 好 桶體0.7 血糖81 這樣GKI是6.43 OK 那我們來游測量 體重60.9 體脂15.1 內臟脂肪6 便耐22.4 基乎代訓1488 今天早餐呢是早餐店買的一個 鮮魚片起司軟化 加上一塊薯餅 跟超商的大杯拿鐵 就這樣 薯餅這樣一片的碳水是14克 不過重點應該是澱粉 因為澱粉的生糖指數比較蠻高的 不知道起司軟化的 汗水多少 如果是美而美連鎖早餐店的起司軟化的話 它的每100克是54.6碳水 所以我加一個起司軟化的話 應該就是大概100克 也就是碳水大概是55 水桶 就這樣 現在是那個餐後兩小時 我們來看血糖有什麼變化 那我身體上的變化呢 主要是有一點點暈暈的 就有點放鬆放鬆的感覺 有點想睡覺 但是並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ok ok 血糖157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看如果我們吃這種 麵包啊什麼的高升糖 我的血糖就會飆到150幾 160 所以我們前幾天吃的那些水果 它並沒有飆得這麼誇張 也代表上你的升糖指數 確實沒有這麼高 ok ok 今天晚餐呢我是點披薩 披薩是珍珠之心 就是它的餅皮裡面是包那個珍珠心的 所以會吃甜的 然後我是選四喜 就是有四種口味的 還有一隻轟炸雞腿 跟三根千層酥 還有它的那個沙拉 就這樣 那當然我們實測也是三天都吃一樣的 所以我 明天後天也都會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都有準備 一樣的東西三分 嗯 珍珠之心很好吃耶 其實就跟之前那個菠蘿之心很像 有點像 年糕的感覺 炸雞腿 喔 快點 快點去旁邊 不行 不行 在下面 嗯 不行 我行不行 我行不行 哎哎 嗯 有點太飽了 今天晚上看看我睡前有沒有肌肉感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明天就剪一片 披茶看看 OK 那今天就這樣 OK 現在是晚餐後兩小時了 真的是有點犯困 想睡覺 好 那我們來測試試試看看 OK 現在血糖195 好 就這樣 OK 今天是生酮實測第二天 應該是破酮實測第二天 好 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好 銅體0.3 血糖88 現在GKI是16.3 所以很明顯嘛 我們碳水吃得多 GKI馬上就上升了 好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0.9 體脂16.2 內臟脂肪6 EMI22.4 記錄大學1483 OK OK 今天早餐呢 一樣早餐店買的 我買了一個 炸鮮魚佐塔塔醬 起司軟放 加上一片 那個酥餅 跟超商的大杯拿鐵 就這樣 我比較沒有想到的是 原來肝糖其實沒有恢復的 想像中那麼快 我以為 只要一吃它覺得多 馬上就恢復 欸 結果並沒有欸 我今天早上起來 體重也沒有說 我拿上次兩公斤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的 胰島素已經太久沒有大量分泌 所以身體昨天還在調至重 不過昨天晚上我已經 明顯的感受到餓感 就是 你餓完之後它會持續餓 所以等等吃完 等下一個小時我們再來測看看 欸 血糖有沒有在飄這麼高 OK 那就先這樣 對 現在是餐後兩小時 很明顯 今天沒有像昨天那樣 有點暈暈的 今天感覺好很多 好 血糖142 OK 因為我們都吃的東西都一樣嘛 所以我們很明顯 能夠發現說 欸 我的胰島素應該是已經 開始有正常的在分泌 所以 血糖就不會 越飄越高 那我們今天晚餐也再來試試看 今天晚餐呢 一樣是三面披薩 然後珍珠餅皮 跟三個千層樹 還有一隻紅炸雞腿 跟它的青菜 就這樣 OK 要到半後兩小時啊 OK 那我們來測量血糖 OK 血糖196 代表說一樣是飄高喔 應該說血糖也沒有降得很快 代表說我的胰島素也還沒 真的認真開始分泌吧 OK OK 今天是生酮實測第三天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 好,銅鐵0.1 血糖99 那GK還是55 不表,不表 好,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1.3 體脂16.6 內臟脂肪7 BNA22.5 記錄大學1488 OK,就這樣 OK,今天早餐呢 一樣是早餐店的 鱈魚佐塔塔醬起司軟化 加上一片薯餅 然後還有超商的大杯拿鐵 就這樣 對,現在又是早餐的餐後兩小時 我們來測量血糖看看 好,血糖136 OK OK,今天晚餐呢 一樣也是三片披薩 然後一隻轟炸雞腿 跟三個千層酥 還有一些沙拉青菜 就這樣 最近呢,恢復正常飲食之後 就是平常就滿疲憊的 所以今天下午又不小心睡著 今天我就比較晚吃飯 OK,就這樣 OK,又到了餐後兩小時 然後我們來測血糖看看 今天要把明顯的 身體也發熱 好,血糖181 OK,就這樣 OK,今天是生酮食測第四天總結 今天早上起來 我就很明顯的感受到 肚子持續的飢餓 應該是真的已經恢復到 一般的狀態就是 血糖的比重佔的比較高 因此 二感才會一直不停的 輪回,就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量 血糖跟血糖 肚子一直在咕嚕咕嚕掉 OK 孔體0.0 血糖89 OK,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體重 61.8 體脂 16.2 內臟脂 7 病原在22.7 記錄代學1498 OK OK,那這就是這次實測的內容 我們破酮之後很明顯 同體慢慢的下降 甚至到了0 那由此就能證明 破酮它不是瞬間破酮 同體呢,慢慢的下降 所以如果我們偶爾一餐爆炭 你只要馬上停止攝取碳水 或是稍微飢餓一下 身體就能馬上調適回來 然後我們看體重 第一天破酮之後 其實第二天 體重並沒有變化 代表什麼 代表說 雖然同體下降 但是你的身體 還沒恢復甘糖 因此第二天體重 才沒有馬上上升 那在第三天開始 你發現我的血糖 開始下降 代表什麼?代表 因為低胰島素開始分泌 它開始吸收那些血糖 或是它把一些碳水素 認真乾糖 因此呢 我們的體重就會上升 因為乾糖加在很多水分 那我上網看了一下 他們說這個叫做 慣性低胰島素 所以當我們開始吃 比較多碳水之後 身體就會慢慢的調適 來適應你吃下的碳水量 所以啊我們就知道了 其實沒有這麼容易破酮 偶爾吃多一點碳水 沒關係 去測一下你的GKI 然後調整一下 讓身體能夠恢復到 低胰島素的狀態 那你一樣可以維持生酮狀態 所以啊 如果你是一個很容易破酮的人 代表說你堅持 低胰島素的狀態 並不夠持久 身體並不習慣 持續的低胰島素 因此你就必須 花更多的時間來堅持低碳 讓身體維持低胰島素的狀態 所以新手啊 不管是 生酮甜點 或是一些低碳的食物 都盡量避免 先達到穩定生酮的狀態 再來嘗試 抓自己的碳水耐收力 破酮之後 明顯感覺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很容易想睡覺 而且 你會一直感受到肚子餓 還有一點啊 當你已經習慣看營養標示之後 你就會知道 啊 麵包啊 飯啊 那些其實都是糖 你就會想說啊 我真的要吃這麼多糖 反而會在意食物的營養內容 OK 那以上就是本次破酮的實測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及分享 如果想減肥 記得去看我的生酮實測減肥影片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